每周五次每晚六点央视七套 欢迎收看今天的生活五六七 在甘肃省兰州市黑石乡的和平村 有一个叫做许芙兰的农村妇女 一直以来身体都非常健康 在外能干农活 在内能操实家 可是最近她却时刻被死亡的恐惧笼罩着 但是虽然人纳闷的是 许芙兰的不幸是完全可以避免的 那么这究竟是怎么办 悲剧的背后拥有着怎样的故事呢 这是一片常年干旱的土地 今年三十七岁的许芙兰 是这个贫困山村一位普通的农村妇女 许芙兰名字中间的福是幸福的福 然而命运似乎并没有让她的生活充满幸福 厄运是在去年年底发出征兆 那是一个平常的早上 许芙兰像往常一样去提水 就在她拎着水桶往院子里走的时候 突然发现身体有了异样的感觉 原来在不是月经期的时候 许芙兰却发现自己的下身流了很多血 也就是从那时候开始 许芙兰发现自己不能干重活 一干重活就会流血 就是一旦的部分她就马上开始出血 就是这样 她让她下身出血 那时候她已经出血 已经二十几天将近一个月了 直到这时许芙兰依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病有多么严重 以为自己可能是有一些妇科炎症而已 不过许芙兰的妹妹却认为 姐姐的病不会是一般的小毛病 在妹妹的劝说下 许芙兰同意去当地的县医院看看 第一次来到我这就诊 就是考虑说 公颈疾病完了以后 给她做了个妇科检查 完了以后送到兰州 做了病假 提出公颈癌 公颈癌 这样的结果是许芙兰怎么也没有想到 那么许芙兰究竟是怎么得上公颈癌的 引发公颈癌的主要病因是什么呢 许芙兰怎么也接受不了自己得公颈癌的事实 在许多人看来 这也许是一个荒唐的诊断 因为许芙兰结婚时是23岁 2000年许芙兰和丈夫已经离婚 这么多年来一直单身 那么一个人生活的她 怎么会得上公颈癌的呢 尽管不相信自己会是公颈癌 可医院的诊断结果 让许芙兰不得不接受了这样的事实 与此同时许芙兰开始回忆起自己和前夫共同生活的经历 我心想她在外面活口是不是她给我带来的 那么许芙兰的病会和前夫有关吗 原来是她是有丈夫的 那现在是单身 那等下离异了 那么离她那个丈夫过去的情况 有没有比如说在她结婚的时候 跟她结婚的时候 有没有外边有没有性伴侣 她的性伴侣有没有 比如说一些妇科的一些疾病 比如说宫颈病变 有没有一些比如说HP感染 对她来说是个交叉感染 可是如果是由前夫引起的 那么许芙兰怎么知道现在才发现 因为从发生到发病来说 可能她有一个实验过程 首先是一个病毒的感染 HP感染 然后就一个癌前的一个病变 然后发展过度的宫颈癌 这么一个这么一个过程 那么这个过程呢 可能需要时间比较长 可能需要五十五年到十年的功夫 这个过程 专家说宫颈癌从感染病毒 到发展成癌症 需要五到十年的时间 也就是说 许芙兰很可能是结婚期间 感染了病毒 后来慢慢发展成宫颈癌 可是这么长的时间 许芙兰难道没有一点症状吗 那时候身体还好呀 也没有查过 我就觉得身体好 他们自己感觉有什么症状 自己感觉也基本上就好 他没有任何症状 由于在那个癌前 就CNN的时候 或在甚至在早期的 就原委癌的时候 病人可能没有任何症状 也可能会有 稍微的下午不适 或者说那同胖出血 可能会 可能有的患者 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 也可能会有白带稍微增多 医生说 很多患者都和许芙兰一样 在出现流血症状时 才到医院就诊 那么像许芙兰这种情况 还能治疗吗 这是一个公年癌晚期的患者 他是公年癌三病期 他是个晚期患者 晚期患者的什么意思呢 手术打不了 手术是已经不行了 那么只有放上治疗 许芙兰在2000年离婚后 带着儿子回了娘家 一直跟哥哥嫂子 还有父母住在一起 一家人靠几亩地为胜 由于常年干旱 全家人一年的收入 还不到一万元 为了给许芙兰治病 一家人现在四处借钱 已经欠下了五万多元的外债 在儿子里里也没钱 拿着连他娘们两个八口子里 他终于这么多 也因为说他一会挣钱 去也没办 那啥还不挣 要说起来我就眼泪靠 我现在就几个没有生化来源 现在有病 现在活也不能干 吃的都是经常我哥 他们都记得 采访中许芙兰告诉我们 离婚以后 前夫再也没有和他们母子俩联系过 也没有来看过孩子 爸爸什么时候走的呀 嗯 我不知道 嗯 那你最后一次见的爸爸是几岁的时候 嗯 不知道 忘记了是吗 嗯 那时候你很小吧 爸爸在家的时候 嗯 嗯 那时候你大概多大呢 嗯 一岁了 徐芙兰说 父母年纪大了 哥哥嫂子又有两个孩子 万一自己有个三长两短 孩子就没有人管了 徐芙兰希望能有好些人帮帮自己 让自己有钱继续治疗 也好多陪孩子几年 在采访中啊 医生告诉我们 由于放疗和化疗 徐芙兰已经出现了并发症 现在他需要继续治疗 每个月还要进行一次复查 可是徐芙兰家已经是十分困难了 那么他还会继续坚持治疗吗 他的病会出现转机吗 9月21日 中国红十字基金会 晴暖西部女性阳光基金甘肃行 奔赴甘肃省高兰县 为这里的贫困妇女进行 宫颈癌和乳腺癌的普查活动 同时对符合条件的患者 进行免费救治 在我们栏目记者的帮助下 徐芙兰找到了活动的负责人 参与这项活动的专家 免费为徐芙兰进行了检查 非常非常的可惜 这个病人才38岁 那么经过这个放疗了以后 出现了这个放疗的并发症 那么现在就是一个放射性的肠炎 那么直肠出血 针对许芙兰目前的治疗情况 中国红十字基金会 请暖西部女性阳光基金 决定为许芙兰提供 六千到一万元的救助款 让我们吃惊的是 好多人和许芙兰一样 以前从来没有听说过宫颈癌 也没有进行过宫颈癌的筛查 宫颈没击过 去祖国别超级化是哪 我们经常就说我在那肯定血 就是也没一般都 不是不检查 所以你都不查吗 村里面没有检查的 我们村里面的医疗条件差吗 没有这些设备吗 也到医院做个检查吗 没做过 从来没做过 那么这些从来没有进行过 妇科检查的妇女 她们的健康情况怎么样呢 因为我们今天的最深的体会呢 就是查了198个病人 几乎是90%以上的病人 宫颈都是有问题的 起码肉眼看是有问题的 据了解 全世界每年有50万宫颈癌新发病例 中国就占了四分之一 在这些人当中 农村妇女又占了70%的比例 医生建议 有性生活一年以上的妇女 应该每年做一次 宫颈癌的筛查 许佛兰说 她现在最大的心愿 就是能够陪伴孩子到18岁 到那时孩子就能自立了 在这里我们希望 许佛兰能够康复 也希望那个已经失去父爱的孩子 不再失去母爱 电动车作为便捷的交通工具 受到咱们乡村百姓的喜爱 平时赶个急 穿个门买个东西什么的 的确是方便不少 但是在山路崎岖的一些地方 我们也听到了不同的声音 这里是河南省交作市的西村巷 一个云台山脚下的山村 走进这里我们发现 摩托车和电动车 已成为这里最主要的交通工具 看来人们对于电动车带来的便利 还是给予肯定的 那么电动车在这样的山村里行驶 会有什么样的不足呢 村口正好有一段坡路 我们碰到了正骑车上坡的这位大哥 见到记者过来打招呼 他就停了下来 我们目测了一下 这个坡度大约在40度左右 这位大哥说 他每天都会经过这里去镇上 那么走这样的坡路 究竟会对电动车带来怎样的影响呢 为了感受一下这位大哥说的情况 记者决定借他的车来试一下 那么山村道路究竟适不适合行驶电动车 电动车爬坡时的动力究竟与什么有关 路于爬坡时 我们应该注意些什么问题呢 在北京 我们随同几名电动车技术人员 带着一辆充满电的新车 一起来到北京凤凰岭的一个小山村 准备在那里找一个山坡 做一个小小的测试 在进行测试的北京海淀区车二营村村口 我们碰到了刚从村里 骑着电动车出来的张大哥 他在山里居住多年 那对于电动车的坡路行驶 他又有着怎样的看法呢 在张大哥的指引下 我们在村口找到了一处斜坡 坡度大约在45度左右 坡长约100米 这次测试的目的 一是要看看 爬坡时电动车的性能究竟有什么改变 二是通过测试告诉人们 骑车爬坡时应该注意哪些问题 首先我们在坡下平缓的地方开始启动车辆 使得电动车在惯性的作用下上坡 然而当车行驶到一半时 就得采用脚踏助力的方式了 这样车子才能勉强上坡 那么这种脚踏助力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如何正确的采用这一方法呢 在技术人员的指导下 记者士急了一下 在脚踏的助力下 电动车勉强爬上了这个45度的高破 那么如果不用提前启动 而是强行上坡 会是个什么情况呢 刚才就是咱们从那么远的地方开始启动的话 是为了上这个坡的话 它有一个惯性是不是 对 那如果我现在要是从这开始启动的话 你觉得能上去吗 像这种情况下 应该是 上去的话 要介入一笔助力 但是很空 就是说成一点 我不带助力呢 不带助力 这样就不行了 那我试试去 起动以后我们发现 这时电机声音很大 证明此时 电池耗电量很大 而且车走到一半时 几乎是走不动了 只能带助力上坡 在短距离一处起步上坡 它会导致控制器或者是电机 有时候会烧 如果强行上坡时 不要只利用调速把 来把车速带上来 这样做会给电机和电池带来损伤 像咱刚才这个坡的话 大概是四五五这个坡的话 我要带你上来的话 根本可能中间就起不动了 对 这带助力 费劲 带助力也不行 是吧 对 这很实力 那这样咱俩试试 你看那最后到底怎么样 实验开始后 记者带上了重120斤的技术人员 从原来起步的位置 以脚灯助力的方式上坡 一开始车还有速度 可是到后来 车速就慢了下来 几乎要停下了 没办法 技术人员只好下了车 不带人的话 如果助力走的话还可以 带了人助力就不行了 带助力也走不动 那么电动车的极限坡度是多高呢 目前除特殊载重车辆外 电动车在起步 爬坡 负载较重的情况下骑行 电池放电量会比平时高 电流会明显增高 不带助力行驶 对电池是一种损伤 至于没有脚灯的电动车 如果是山区的老百姓 一定要选择那种 远程爬坡类型的电动车 电动车技术人员说 由于受到电池电力和电机的影响 目前呢 电动车爬的极限坡度 大约在60度左右 这还是在人为助力的情况下做到的 因此我们建议乡村百姓 在陡峭的山路上 不要载人载物 今天我们继续宝贝寻家行动 帮助被解救孩子 寻找他们的父母 当宝贝寻家行动中公布的编号为16的孩子 被亲生父母认出来时 他的父母一把抱过儿子 是喜极而弃 而五年多没有见过孩子的母亲 更是含泪向民警下跪致谢 我们为亲人团聚的场面而感动 也希望可以看到更多这样的场面 这个小女孩叫李恒静 她现在有一岁半左右 今年七月 她被警方从河南解救回来 在贵州省惠水县的寄养家庭里 她活泼的样子 总能把大人逗乐 虽然小恒静还不能用言语 找达自己的想法 但从她疑惑的眼神中 我们仍能看出 她对家 对亲人的渴望 这个女孩叫程晓燕 现在七岁左右 她有着大大的额头 椭圆形的小脸 一副自信的她已经上小学了 她特别想见到自己的爸爸妈妈 这个小男孩还没有名字 我们暂且叫她21号 她现在只有一岁大 今年4月27日被解救 还不会说话的她 对她的亲生父母充满了期待 看到孩子们天真无邪的样子 再想想她们与自己的亲人分离 真的是很让人心疼 如果您认识刚才这些孩子 如果您是孩子的亲人 请尽快与我们联系 联系电话就到我们屏幕下方 在这里呢 我们也祝愿这些可爱的孩子 能够早日回到父母的身边 好了 生活我留期和你在一起 下周一同一时间 多云和您不见不散 一方赢我之前 一方巧妙定队 看好 那个云南那条 你有碰我身亡 我也偷这个招 各地牛王汇聚困收 希望我们汇聚困牛赢了 到底谁是牛王中的牛王 这期天下的牛王增瓣发